今次是因為白皮書、因為袁國強、還是因為林新強的原因令你走出來呢? 其實,全部都不是因為某人的原因 而是事實上,我們對白皮書所提及 有關香港的司法獨立,我們覺得它是有蠶食香港司法獨立的很大的意思 我們覺得香港的司法獨立是不用蠶食的 雖然我們不相信某人說一句話 可以對香港的司法獨立有一個實質的影響 但這件事,我們覺得說一下也不是應該的 那你認為哪點是蠶食的影響最大? 蠶食的影響就是白皮書中的內容 將法庭和司法人員作為一個管治者 他亦都在管治者那裏帶出說 管治香港是要愛國愛港 亦都說明例如特首在實行基本法的時候 要聽中央的指示 我們是否要特首的通過 特首將它變成一個橡皮圖章呢? 而且我們香港說港人治港 特首是要港人 但如果特首在這麽重要的職責那裏 他一定要聽中央的指令 那麼特首除了有一個香港的永久身份證之外 那麼這個特首呢 是不是就等於中央呢? 如果他一定要聽他的指令 那時候根本在基本法裏面的執行那裏 都是被他潛建了、被他蠶食了 會不會等於沒有了兩制? 或者是模糊了? 絕對是模糊了 例如好像在這方面那樣 即他將特首的獨立角色已經完全廢除了 那你港人治港 治港那個港人 就變成中央了 因爲他要執行他的指示 那這樣的時候 那談不上港人治港呢? 就算很不上港人治港 就沒想到... 我現在就答應了 我也很快 就會聽到你 言論 嚇得這麼難 是 那不能少少 好 而且 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